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5号,星期天。 北大著名的教授,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丽宜宁在2月27号那天去世。 当时我也接受了自由亚洲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另外在跟张杰做访谈的时候也谈了我对丽宁宁的印象和了解。 今天我应我自己的粉丝,不是粉丝, 应该说我的油管的听众、观众的要求, 专门做一期有关丽宁宁的视频。 那么我知道丽宁宁教授这个名字在80年代初, 就是他在国内比较连续的系统性的介绍西方经济理论,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在80年代初。 第一次见到他呢是在1984年, 当时我记得那个教室啊, 里边挤的水泄不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是一楼,所以呢窗户打开, 窗户外面都站了很多人, 是我呢当时没挤到教室里边, 我是站在窗户外面听的。 丽宁教授虽然有些口吃, 但是他当时说的很多的东西, 在我们的心目中如醍醐灌顶, 就是说确实是非同凡响, 这个他那个时代他敢说出一些大胆的, 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是耳目一新的一些论断, 或者一些介绍一些西方的经济理论概念, 这个都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丽宁他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理论, 或者推动中国跟西方经济接轨这个方面, 功不可没。 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出生是最早, 是在四岁左右的时候随家人到了上海, 后来呢又到了其他地方, 在暂时啊, 因为日本人占领上海, 他们又不得不离开, 后来他在南京, 在南京上中学, 这个在南京上的是精灵附中, 精灵附中有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在那读过书, 有意思的是吴敬连也是在那个时候, 也在精灵中学, 所以呢他们有没有交集, 就是说当时他们可能并不认识, 那么后来呢他是先是考了精灵大学的化学系, 据说是已经考上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上, 因为那个时候说是他已经在湖南园林去在一个企业当会计, 后来呢他又考, 1951年他再次考上了北京大学, 不是说再次啊, 就是说再次高考, 考上了北京大学, 那么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之后, 1955年毕业, 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当助教, 那么在课堂上可以讲一些东西, 但是很快他的言论就受到了批判, 因为他所感兴趣的, 他所下功夫去了解的是西方的经济理论, 在那个时候, 这有一些是大逆不道的做法, 虽然当时北大经济系, 有几位老先生, 都是在美国顶级学府,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 比如说陈代孙先生, 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 这个罗志如先生, 陈正汉先生, 还有这个樊红先生, 这个赵乃团先生, 这些人都是非常资深的学者, 就是很多的经济, 西方经济理论是靠他们的传承, 才被人们所知, 在那个时代, 对西方几乎是抵制和封闭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为了开设这样的课程, 想了一个办法, 这些老先生们, 集体上一门课, 这门课叫什么呢? 叫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批判, 如果你不用这个名字的话, 那就没办法开课, 用了这个名字开课的过程中, 上课的时候, 要不停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理论, 首先要跟学生讲清楚, 他们这些理论都是有害的, 千万不要中毒, 虽然这样讲的话, 但是学生们该喜欢的时候, 还是得喜欢, 所以利宁越来越多的就是相信, 或者讲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 而对马克思主义那套学说, 反而越来越淡化, 越来越没有兴趣, 所以不管这些老先生们上课的时候如何声明, 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你们一定要注意批判的吸收, 但是学生们自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总会从中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 也就是说, 一个不管在什么时代吧, 只要你是认真的独立思考的, 你会有质疑的这种批判的精神, 你总会琢磨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利宁就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这样有这种大策大悟的学生, 然后呢, 由于他的思想受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吧, 或者是怎么样, 他在一些言论中就流露出来了, 然后就受到了批判, 1957年差点把他打成右派分子, 虽然没有正式的把他打成右派, 但至少是感觉到他又请思想又又请, 就把他贬了不能去上课了, 连助教都当不了了, 只好到经济系的资料室去做资料, 这个保管书籍登记, 整理卡片, 然后他自己用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西方的理论, 然后再抄卡片, 他这个当时积累的笔记卡片有整整几大箱, 而且那个时候呢, 他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那么短短几年时间里边, 就编译了300多万字的西方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资料, 然后呢, 还出了内部的这个国外经济学动态这样的内部学刊, 出了三十几期, 也有100多万字, 所以呢, 他当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样的一些积累工作, 有人说他在资料室工作了10年, 实际上真正在资料室里边待的时间没有10年, 因为你想从1957年算起, 到了文革期间, 很快就不能够在资料室里边工作了, 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批判改造, 到农村去劳动, 所以呢, 他是到那个农村, 比如在1969年, 就北大和清华分别在江西, 江西波阳湖旁边的一个叫鲤鱼州农场, 在那建了农场之后呢, 让北大清华的这些知识分子到那去接受改造, 很多人都在那得了血习从病, 这个后来半途就回来了, 利宁宁教授也是, 到那个时候也是感染上了血习从病, 但是呢, 一直到七二年, 七一年才回来, 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呢, 又在北京郊区其他地方去工作, 去劳动, 七二年才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以后还不行, 还要经常的被派到其他地方去进行劳动改造, 所以一直到打倒四人帮, 1977年他才算正式回到北大稳定下来, 所以你想想从1957年到1977年, 这20年里边, 他真正在资料室里面工作的时间, 还不到十个年头, 就是说, 但是中间呢经常被抽出去, 比如说这个六四, 不是, 六, 四星运动吧, 四星运动的时候他就被抽掉出去, 差不多两年时间, 经常到外地区劳动改造, 参加这个工作组调查, 就干这些啥事吧, 但是呢就这样子, 他也没放弃自己的学习和积累, 然后呢, 这个打倒四人帮之后, 应该说是中国百废戴心, 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了解, 掌握的比较多的有哪些人呢, 除那些已经年龄偏大的, 从西方拿到经济学,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回来的那些人以外, 中青年这一代, 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掌握这些理论, 而那个时候, 利宇宁呢, 经过长期的积累, 这个后积勃发, 然后像井喷一样的开始, 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来介绍西方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的概念, 所以一时这个洛阳纸柜啊, 就是利宁写的文章, 当时受的关注度非常高, 像我们这些青年学, 只能看到利宁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概念的文章, 都如获至宝, 所以呢, 他在我们的声望, 在我们心目中的声望非常高, 所以1984年我见到他的时候, 确实也很激动, 我真是想挤到前面去跟他说几句话, 但是没有机会, 那么后来呢, 他在经济系, 1985年变成了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里面成立了一个系, 叫国民经济管理系, 也有人说是经济管理系, 那么利宁宁就说这个系的系主任, 后来到了93年, 94年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已经兴起了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已经确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以呢, 很多要学习如何进行商业管理, 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 其实他们就想成立一个工商管理学院, 那北大当时就由这个利宁领衔, 把经济系的一些老师带过去, 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像工商管理学院, 后来呢, 到了1994年, 台湾一个企业叫做光华, 光华公司呢, 给这个学院呢, 这个投资几千万, 几千万干什么呢? 是盖大楼, 所以光华管理学院那个大楼呢, 后来落成, 其中大概是有,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一半的资金, 还是三分之一的资金, 是来自于这个台湾企业的捐款, 所以这个名称就改了, 改成为光华管理学院, 那利宁领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 那么当时他带走了一些这个, 跟他比较能够谈得来的, 比较有合作可能的这些青年教师, 也有一些中年教师, 所以呢, 光华后来这个, 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以后, 经济学院这些老的这些人呢, 可能对他还是有一些看法, 有一些议论, 以至于我到经济学院工作的时候呢, 当我那么充满崇拜敬重的这个口吻, 谈起利宁领的时候, 利宁领经济学院一些老人, 似乎不以为然, 甚至把我的讲话汇报给当委书记, 说我过度的催讽利宁, 他们认为利宁这个人不怎么样, 当然这个意见能不能代表, 经济学院所有的老人呢, 我想这个也不能, 只是个别的跟利宁打交道的一些人, 他们对他有一些看法, 到底是什么看法呢, 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比较孤傲, 跟别人来往打交道并不多, 而且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也不太顾忌别人的感受, 这个我想人家这么说的话, 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利宁呢, 他是一个书生, 他大部分时间都埋头专注于搞那些理论, 他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也是看人, 如果谈的不投机的时候, 他可能也没有多少掩饰, 这个说话语言中可能会带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成分, 这个我想这是有的, 那么后来呢, 利宁在80年代就很多场合就提出, 说中国现在可以搞商品经济, 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 因为那时候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计划经济为主, 商品经济为辅, 那时候还没有人敢提市场经济, 那么提市场经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邓小平一锤定音, 其他人才敢公开的提市场经济, 在那之前都是相当于作为一种理论禁区在研讨, 在80年代的时候, 很多经济学家, 中国的这些经济学研究的人都在争论,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 就连商品经济还在争论, 后来呢, 觉得商品经济可以搞, 但是呢, 还不是主角, 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商品经济为辅, 而利宁在那个时候就比较鲜明大胆的说,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两者没有什么基本根本的这个区别, 所以呢, 他就是倡导, 就是说应该向西方学习, 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 应该搞股票市场, 搞股份制经济, 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 所以他当时这些大胆的言论, 是引起很多人的, 就是说那些所谓正统的保守那些人呢, 都是非常不满意, 要对他进行批判, 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利股份, 当时这个外号呢, 并不是保义的, 是带有很强的贬义, 是准备整他的, 而且利宁那个时候, 还曾经被人称作为还乡团, 说他是还乡团的代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 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 只是说他说利宁代表的这种资产级的学说, 想把中国变成旧中国, 然后让老百姓吃二变苦, 受二查罪, 所以这种文革的批判的口吻又出来了, 但是利宁顶着这种压力, 还继续的按照他所想的一些东西, 向中央提建议, 后来终于得到了批准, 人大专门有一个证券方面的起草小组, 他就是证券法起草小组的组长, 然后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为中国股票上市, 企业股份制改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来利股份这个绰号, 变成了一个带有保益意味的了, 所以有些企业在他的帮助下, 指导下, 搞股份制改造获得了成功, 那企业股票上市, 为了感谢他呢, 赠送给他很多原始股, 所以有人说利宁是一夜暴富, 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说最富的人了, 有人说他身家当时就已经有上亿, 也有人说他几千万,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教授恐怕都是很清贫的, 因为蓝七营当时是中央, 李蓝青负责说要给清华北大的那些著名教授, 盖一些能够比较好一点条件的住宅, 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当时建兰基营这个教师楼的时候呢, 要求个人交十万元人民币, 然后北大再出十万元, 然后呢国家拿出十万元, 就要三个十万, 就三合一, 那很多北大的教授, 有的很资深的拿不出十万元人民币, 在那个时候, 这还是两千年左右的事情, 都拿不出这个钱来, 但是呢, 居然李蓝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富了, 那恨他的人更多了, 嫉妒他的, 就很多人都恨他, 后来据说也有很多人举报啊, 像这个证捐会, 云捐会, 中纪委, 这个什么监察部, 都有举报, 举报最后也没有立案, 也没有判刑啊, 也没有把他这个作为什么贪腐啊, 所以呢, 李宁遭到人们的非议, 有很多人说他是这个资产的代言人, 既得利益者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过了, 另外说他的儿子女儿都成为富翁, 都是借国企改造发的财, 那这个东西, 难道他儿子女儿有什么特别的本领, 让企业给他们发财吗, 还是说利宁有什么特别本领, 逼着企业要给他钱吗, 都没有吧, 那这应该说是企业主动的行为, 主动愿意给他一些原始股, 所以他们立家富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说是一种腐败, 这个东西要这样说下去就没边了, 那么在这个西方,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例子, 肯定这样的例子很少, 很罕见, 原因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建成已经很长时间了, 西方企业上市的时候, 不必要找一个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去帮他们搞股份制改造,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情况不同, 不能进行类比, 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 那么我跟丽宁教授, 除了我在1984年远远的见了他那一面, 后来很仰慕他, 当时在90年代初, 我在俄罗斯工作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就在俄罗斯一边工作, 闲暇的时候就想着, 我要还要继续深造, 要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这么贫困, 因为我那时候亲眼目睹了那种前苏联, 为什么那么落后, 在很多方面经济落后, 有些方面还不如中国, 商品供应非常的匮乏, 就是你到商店去买一下东西, 一下就把它到货架上的东西买光了, 什么时候上货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就很有感慨, 就给李一鸣教授写信, 虽然他并不认识我, 但是我就给他写信, 写得很长的信, 一般都是写三四页, 而且我用的那个纸是那种绘图纸, 字也写得比较小, 密密麻麻的, 把我想到的, 看到的, 我的一些感悟都跟他分享, 向他报告, 我说我希望, 我最敬佩你的提出的一些论断, 所以我希望将来有朝一日, 有机会的报考你的博士生, 当时李宁是最忙的时候, 那段时间, 在帮助股份制改造, 在全国人大起草证券法, 很多的, 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 他自己呢, 虽然没有时间直接给我写信, 但是他口售, 让他的学生于鸿军, 也是给我回了一封长信, 也是有三四页那么长, 而且于鸿军写字是纵规中矩, 写得非常的清楚, 字也写得相对比较大一点, 告诉我要看哪些资料, 做哪些准备, 说丽老师鼓励你这个认真准备, 将来考他的博士生, 那么于鸿军现在已经是北大的, 这个当了好几年了, 这个北大常务副书记, 常务副校长, 这个丽宁的这个学生里边, 那有名的官员很多了, 那李克强大家也知道, 李克强, 李源潮都是丽宁的博士生, 还有这个陆浩, 陆浩原来当过黑龙江省长省委书记, 现在是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 在这之前还当过这个国土资源部的部长, 这都是李宁的学生, 所以我接到信以后也是很感动, 这个也是想报考北大李宁的这个博士生, 后来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我们单位当时还不让报考, 所以把时间给耽误了, 在以后呢, 我就改了想法了,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 我是考的是上海的复旦大学, 但是后来我到了北大, 这个成为林毅夫的第一个博士后, 那我到了北大之后呢, 就去拜访了李宁教授, 他还记得我当时给他写的那么长的信, 还谈到了俄罗斯经济的状况, 跟他分享的一些内容, 所以李宁教授的记忆力是非常好, 所以呢, 我跟他后来因为他很忙嘛, 这个直接接触也不算多, 但是呢, 他还是很关注我的一些动态, 2007年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 有关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文章, 我提议呢, 就是说中国土地化, 这个土地的私有化是势在必行, 只不过呢, 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点, 我建议呢, 在中国几个地方进行试点, 就像当年农村的那个责任制, 就是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一样, 先进行试点, 然后再全面推广, 所以我当时有那样的一些言论, 李宁教授看到以后非常高兴, 他打电话给我, 在电话里鼓励, 说你写得非常好, 他说我想写, 我都不敢这样写, 我都不敢这么说, 其实李宁是在理论界是出名的大胆, 但是在有些方面, 他也是吸取了几十年的经验, 有些禁区他是不碰的, 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私下里面你跟他聊的话, 他也虽然不是说那么公开的, 大胆的去说一些东西, 但至少他是赞同的, 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自己去提, 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要怎么样像西方那样, 搞这个三权分立, 宪政民主, 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些道理, 只不过他不方便说, 因为他毕竟还担任了很多的职务, 民盟中央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 然后是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后来也当了政协常委, 政协一大堆的头衔, 所以他说话也是在很多场合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包括每年两会期间, 记者集中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的一些纸言片语都成为报刊热炒的内容, 有些人, 有些记者为了吸引眼球, 故意耸人听闻, 把他的这个纸言片语, 用一些比较带有歪曲性, 就是那种断章取义, 诱导性的这个标题发出来, 然后引起全国网民的愤怒, 大家都骂,怒骂利宁是权贵代言人, 说不顾工人农民的死活, 所以他鼓励那时候搞破产, 搞这个国旗工人下岗, 自谋深入, 所以大师认为他说只顾自己发财, 不顾老百姓死活, 所以对利宁的这种愤怒的这种攻击, 谩骂非常多, 其实呢有很多是误解, 很多是由于媒体记者为了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轰动效应, 而带来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利老实际上他是有很多的, 应该说这个难言之意, 他不方便说, 那么我觉得在中国这几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之中, 有一些人他们的理论, 他们的主张最后能够得到实施, 得到全面的推广和应用, 这是不容易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有的人学问思想都很好, 但是呢不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于实施, 那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利宁呢等于在这中间做了一个妥协, 也就是他经过几十年被改造, 被各种各样的这种批判对待以后, 他可能悟出了一些道理, 非常谨慎小心, 尽量就是说在可以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之间呢, 做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想他有他的难言之隐, 当然他对我的一些言论,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赞同, 包括我一些比较在很多人看来比较过激的言论, 他跟我私下里说, 他说有些东西啊, 你自己知道那是对的, 你可以坚持, 在有些场合, 就是大家有相同类似一个观点的人之间呢, 也可以进行讨论辩论, 但是对那些完全不能接受那些人, 就没有必要跟他们说了, 利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要把大好的时光用于一些可以操作的, 有一些, 如果你要是做研究, 那你就是认真的去做好一些研究, 如果你要是把它作为政策应用, 就希望这些政策呢, 能够在官方的这个, 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下能够接受, 可能要对你的原先的想法做一些变通, 我觉得您这些想法和说法呢, 可能也都是因为经过长期的, 这个, 他的尝试实践以后悟出来的一些道理, 当然我不一定说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不一定会跟他完全一样, 也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有影响, 真正能够让一些理论变成政策, 一些想法落成实事, 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对他是非常敬佩, 但是呢, 可以说, 现在很多人, 包括他去世之后, 有些人在怀念他的时候, 还有一些人呢, 就开始指责批评他说, 为什么不提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没有说要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造, 其实利宁呢, 在八九十年代就对制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断, 他在制度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看他当时写的那些著作和文章, 他不是没有想过, 如果要是讲八九六四没有被镇压, 而是说真的是走向了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旧的体制被打破, 然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个局面被打破, 我相信利宁会在那个时候会进行积极的贡献, 但是呢,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 在一段时间里面利宁成为被集中批判的对象,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八九六四一段时间以后他沉寂了, 那几年里面他基本上不怎么敢说话, 一说的话就被人家当作还乡团的代表, 公开的是报刊上面提出的, 说利宁是还乡团的代表, 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要把西方的那一套资产基地学说引入到中国, 所以对他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想呢, 这个很多人在中国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些是非曲止, 而且有的时候在有限的场合才能说一点, 所以讲到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 像我这样的一种性格, 我是难以忍受, 不要说那种吹牛拍马, 就是迎合上风, 就是按照上面的旨意来说话, 就连稍微让自己的理论观点, 做一些妥协退让, 我都很难做到, 所以像我这样的性格, 当然是不适合在中国大陆长期的, 也更没有什么, 在那种环境和氛围里边, 我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 就是被人们重用啊, 或者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啊, 所以我想, 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 没办法改变, 所以呢, 求人得人吧, 就是我现在来到美国以后, 比较自由了, 当然你说在没有像在中国那么风光, 有那么多的实际的经济上的好处, 在美国呢, 就是一个普通人, 有什么自食其利啊, 你就说挣钱当然没有在中国那么容易了, 但是呢, 坚持自己的理念,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呢, 他不是动物嘛, 人有自己的追求, 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所以呢, 有很多东西比物质的那些东西, 更加重要宝贵, 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所以很多小粉红啊, 那些共产党的水军五毛党, 他们经常到我的视频底下留言骂骂, 说你现在后悔了吧, 你现在要是写鬼过书, 赶紧回到中国来, 也许还能原谅你, 给你点什么好处,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们这些人的想法, 对吧, 我们在美国虽然讲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是衣食无忧啊, 我们过着一种平和的自由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呢, 难道非要回到中国, 要看这些官方的领导的脸色, 去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在北大那些同事们, 他们搞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他们内心就没有一点愧疚和耻辱感吗, 没有感到自己在做假学问吗, 为了迎合上面的需要, 捞一点钱吗, 捞点好处吗, 名利, 所以这个是各有所好吗, 就是说你有的人你喜欢那一套, 有的呢, 就不为五斗米折腰吧, 就是说, 何况我在美国也还没有那么惨吗, 就还过着一个很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 对吧, 所以我今天呢, 先说到这吧,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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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人的生活倾向Good,